大家好,又回到我们芒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们澳洲的真必师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粉威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静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启抗亦拼经济反网报 好,今节我们谈谈巴铁 为什么要谈它呢? 因为巴基斯坦跟中国关系很好 早前巴基斯坦也可能会取得一笔中国减免的贷款 就是要免债 当然,以前西方说 态务陷阱 现在好像中国是蝕水比较多 所以真是好笑 一直都说债务陷阱 很多时候比放债务陷阱 你说西方好笑 这些网友还好笑 是吗? 知道为什么吗? 西方说贷款给发展中国家 发展基建的一带一路 债务陷阱 现在减免了他们的债务 做了冤大头 你到底在说什么? 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什么都他们说了 他们自己在说什么? 什么都他们说了 伊姆兰汉 七十岁人 其实我觉得他真的上算挺帅的 真心地说 因为伊姆兰汉 以前他就是巴基斯坦一个相当受欢迎的印度 印度也很受欢迎的运动 澳洲也是 就是板球角手 他曾经是巴基斯坦板球队的队长 年轻时候真的看得下 现在也看得下 真心地说 70岁人真的看得下 这位 前领导人 当然 挺严重的 在 穿过一个城市的时候 被人弄了一件事 拒捕 是中了一粒 莲子的 中了之后 他 矛头 就是 说 军方想搞定他 他暗示 军方 是参与了 这个行动想搞定他 拉低他 他的 目的 是向军方施压 并且令到他们 同意 解散联合政府并且 进行 提前大选 因为伊姆兰汉想 卷土重来 因为巴基斯坦军方 你说他是不是 干净又不是 但是 他相当地有份量的 这个军方 伊姆兰汉现在 腿上 打了石膏 你知道 不过 就算连西梅都说他 事实上他是个魅力十足的领导人 因为 长得 高大英俊 70岁 亦是退休的板球运动员 他对巴基斯坦军方的 统治地位 其实 构成了几十年以来最大的挑战 长期以来 巴基斯坦 很厉害 有50万 强大的部队 在这个国家当中的政治核心 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从政变 到幕后牵线 其实 军方都会介入一切事务 而这个体系 很少受到民人政府领导的质疑 因为他们觉得 他们是需要军方的背说 还有你记住 之前 很多事情 打击那些恐惧分子 不是由民人政府谈的 是军方直接跟美国谈的 因为美国也知道 都是跟他们谈的比较有用 上星期 这位前 总理伊姆兰汉 就被人帮衣服 这位前总理 就 成为了多年来对现状最大威胁 的一位人士 因为他经常说提前大选 因为他就想起一件事 如果提前大选 他就有机会东山再起 他 也暗示 军方是参加了今次的运动 或者行动 要搞定他 在一次 演讲当中那些言词都挺激烈的 伊姆兰汉 就说 军方的 纳斯 纳斯 你应该也有朋友 这些 华来同胞的这些名字 就是这些 某宗教的名字 纳斯 其实 纳斯少将 就跟他主要的对手 现任 总理 谢里夫 是 好兄弟 串在一起 是谢里夫 他就说 谢里夫就下命令 叫人家搞定伊姆兰汉 伊姆兰汉 就呼吁陆军参谋长 这个 巴结 雅 就是调查 刚才说的那位少将 是上将要调查少将 他就指控 这位 在 巴基斯坦 其实都是相当有 影响力的 军方人士 都很受欢迎 他就说 勇敢公开 和我是对责 你不是说到你很恐怖 还说公开对责 不过公开的话 应该就不敢对你什么 不敢说 你有没有证据 都是那句话 很多巴基斯坦国内的政治分析人士就认为 如果伊姆兰汉 是成功的话 迫这个军方 是 做行动 解散国会的话 其实 伊姆兰汉所在的巴基斯坦正义运动党 只要 此时此刻 是解散国会 就会赢得下届大选 这个就是为什么 他一直都说 军方 解散国会啦快点 大选 当然 现在 伊姆兰汉 他 看到他意气风法 不过 他其实就是 被这个不信任投票 赶下台不到一年 哈哈哈 居然 现在 是有更大影响力 是重返政坛 这个人也是很厉害的 你不得不佩服他 当然 有些人就说 会不会好像阿扁当年那样呢 一粒年纸 真的不知道 我相信不会吧 三野 不小心的话 可能会 归西 不知道了 另外来自Johns Hawkins University 政治学者 亦都是 前美国政府巴基斯坦问题专家 是顾问来的 就是 纳斯尔 就说 伊姆兰汉 其实目前 是处于权力的巅峰 尤其是 在这次暗示军方向他动手之后 其实 军方 已经证明 他们没有能力处理这个问题 他越是挑衅军方 越受到欢迎 因为他知道有些民众就不喜欢军方 不怪得知 谢里夫和军方 都是强烈地否认有对伊姆兰汉动手 军方更加说这些指控 毫无根据不负责任 更加发了一份声明 你发了声明都没用 问题是你说什么没人相信你 现在信了他 是的 因为他 真的 压了莲子羹 军方也说任何底位军方和士兵的人都会受到惩罚 自从 巴基斯坦1947年 脱离英国统治以来 独立 军方在巴基斯坦人生活中 一直都有很强的存在感 当时 巴基斯坦从现在的印度独立出来 成为了 次大陆的 某宗教人士的家园 虽然 各位将军 都是通过军事政变和军事管制 公开统治这个国家 但是 近年来 很多的政评人也说 他们选择在幕后影响政治已经不敢 好像以前那样 什么都公开去 管治这个国家 这种很少受到国家领导质疑的制度 促使 各位政客 将巴基斯坦 称为 民职选举政治 军事统治相结合的 叫混合民主政体 这样算是民主政体 可能是特殊的民主政体 有点像当年的 缅甸 泰国 缅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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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缅甸更加全权 但是巴基斯坦的军方 又不是全权全权 平衡 现在有平衡 平衡 你觉得对 我都说过 每个地方的民主政体都不同 可能这套是适合巴基斯坦 军方是否认有干净的 不过很多人都认为 巴基斯坦国内民众都认为 军队的利益涵盖了 从安全到商业的方方面面 他们甚至在2018年 以福利主义和反腐败的宣言 静静地帮伊姆兰漢上台 但是双方也否认了 但是在伊姆兰漢 执政期间 双方关係是恶化的 因为伊姆兰漢 在一些重要的问题上 挑战了军方的立场 包括去年 是挑选一位新的情报局长 当然官员也说 这个选择的后果就是 令到巴基斯坦 有些人 对伊姆兰漢颇有微言 再加上巴基斯坦 经济前景日益惡化 伊姆兰漢今年4月就被罢免 军方其实是默许的 但是如果以伊姆兰漢 淡出大家的视线 你就觉得 他不搞事你真是太幼稚了 因为 当时军方都以为伊姆兰漢是会收棋的 事实证明 军方都是一个严重的误判 在这个这么艰难的国际货币交易金组织 IMF的援助计划之下 巴基斯坦人 是陷入了 经济危机的 这位 巴基斯坦 正义运动理督 伊姆兰漢 一直评击 你们都不行的 当然 之前都做得一样的 真心地说 他就一直评击 你们这些统治精英阶层 管理不善 涉及 贪腐问题 也将他的政党 转变为一个 独特的 运动团体 具有 足够影响 对抗军方 将领的能力 当然 伊姆兰漢的 前顾问 现在居然去了美国做 是美国华盛顿智库的一位 叫做 他的名字 叫 Ibrahim 某种教人士的名字 他也说 伊姆兰漢的 受欢迎程度 居然 是远远超过任何人的预期 当然 他是成功推动了一种言论 即是 国家处于混乱的时候 当权者 操纵了体制 只是为自身谋利益 尤其是你借理夫 现在当权的人 借理夫和你的盟友 就是 只是为自己利益服务 借理夫和他的盟友 指责伊姆兰漢 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 是不顾加剧 巴基斯坦政治紧张局势 当然伊姆兰漢 其实也面临着几项法律 案件 包括涉嫌 虚报资产 这样就会令到他没得选 但是 亦有人说 伊姆兰漢 对 军方的这些动作 是一种选人利己的谈判政策 他在公开场合痛斥军方 令到军方 是会转移 支持自己 我觉得 那又不会那么流 你骂他几句 你想军方支持 伊姆兰漢 但军方是有兵的 还有 你知道这些地方 突然之间 人不见了也有可能 对吗 他 那么出名 那么重要的人 他也不敢 说句老实 其实 这个也是一个竞选策略 目的就是不断向军方施压 令他们同意伊姆兰漢的要求 即是 解散联合政府 提前大选 如果提前大选 伊姆兰漢就相信自己 会再次成为总 但是伊姆兰漢其实是不反对 军事干预政治 反而 是希望军队代表他进行干预 那真是挺好笑的 当然 现在究竟他能不能做成 我相信也有机会能做成 因为伊姆兰漢的 叫做 那种 煽动能力 或者叫号召能力 都挺强下的 都挺强下的 好 今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再见 业务